对不对 对不起 回到台北要改回来 DEF OK 我是昨天在高雄讲的 DEF 好来 第二个 第二个部分来说的话 叫做什么样 放大影响的层面 所以叫做扩充解释 那其实这个东西 我刚刚就跟各位讲过来 亲爱的看过来 如果我们今天在跟别人讲 你用了这个产品 你就能够健康 这个叫做直接的好处 这个叫做价值 但是价值是没有被放大的价值 对不对 如果你今天健康了之后 你可以怎么样 对不对 随心所欲做你想做的事情 健康了之后 你才有本钱去赚更多的钱 健康的情况之下 你不会造成子女的负担 健康的情况之下来说的话 你对未来充满期望 健康的情况之下 你才能享受你辛苦一辈子 努力所得到的收获 听老师的概念 你要去扩大赋予这些东西生命力 这个叫扩大解释 你今天在保养的时候当中 我的皮肤变好了之后 你当中觉得皮肤变好 好跟不好有什么差别 反正上上混就好了 听得懂我意思吗 对不对 类似这样的概念 那你就要去凸显到 当你皮肤变好的时候 当中你的生命会有什么不一样 你要去扩大解释 人家听了才会有感受 你要去做价值的创造跟强化 OK 就是各位要去做 所以各位回去的时候 要做一个动作 先写出来您的产品 是什么价值 然后你要把它扩大 一直写出来 听到老师的概念了吗 对不对 类似这样我刚刚讲的部分 让你这些东西讲到 对方听了之后当中会有感受 这个部分当中 你的需求才能把它变成需要 转化到成为想要 一样的道理 很多伙伴当中 你今天找人家来做事业 你只是跟他讲赚钱 他不一定有感觉 赚了钱之后可以怎么样 你知道有些伙伴 搞不好想一些事 我在拼三年退休了 退休做我想做的事情 听到老师的概念吗 对不对 他可能就有这个动力 是不是 有些搞不好赚到的钱当中来说 一年到处出国到各个国家去玩 他最爱的就是旅行 对不对 那他的意义是在旅行 你要去跟他要的东西连接起来 你在你的下限也是同样的状况 听懂我意思了 这个是我们讲到 这个你要强化客户的需求 你要放大这个怎么样 影响面 第三个部分来说的话 善用举例跟图像化的力量 就是让他看到这个画面 让他能够看到这个画面 这我平常讲很多 带过去就OK了 第四个部分 理性的分析 感性的诉求 这样理性的分析 是让对方觉得他应该要买 这叫需要嘛 感性的诉求当中 跟他想要的东西做连接 这个东西是让他想要 刚才需要 这个是让他想要 对不对 所以他才会怎么样 有行动力量 所以应该要 对方不一定会有行动力量去买 当他想要的时候 他才会有行动当中一定要去买 你要有那种感觉 而且人很奇怪 人是一种很奇怪 人是一种感觉的动物 当你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就突然觉得好想要 你会找一切的理由 当你没有得到 你觉得很难过 那很多东西你应该要的部分来说 你会觉得说 反正就是这样子 我也觉得有机会 有能力我就会去买 但是你不会那么迫切 那是一个不同的感受 OK 好 那么再来这样 不在需求未明确之前 开始做推销动作来打工 好不好 我觉得很多我班 其实你本来有耐心的去引导 本来你可以达到 很好的成交的结果 可是很多班 为什么没有办法 得到很好的成交的结果 问题的关键就是在于 怎么样 他的需求还没有明确 对方还没有感受到需要的时候 你开始做push的动作 所以对方就没有信任感了 开始往回退了 这是我们所谈到 这个在强化需求的方向 那如果需求了解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开始 把需求跟产品做连接 对不对 需求跟产品做连接 所以我们一般在产品的 介绍的原则 有几个原则 第一个部分 我们前面讲行销的策略 始于什么 来大声告诉我 差异化跟区隔 所以你在讲的时候 很多班在讲产品的时候 常常把产品的好处 产品的重点讲太多 你讲了很多之后 对方反而没有印象 听到我意思吗 你要把产品最特别的地方 给捡出来 这就是我们前面一开始讲的 那个叫做USP 叫做独家卖点 听到我意思的概念了 你讲的产品 不是讲越多越好 你要着重在两到三个主轴 两到三个主轴当中 来不断的去强化 所以你不是讲一大堆 所以各位你要把那个什么样 带给伙伴的好处 优先顺序排列出来 我可能全部都列出来 列出来之后 哪一些伙伴听了 是最有感受的 把他优先讲 记住沟通的时候 把最重要的东西 放在前面先讲 有没有听懂了 有听到老师的概念了 老师我们在讲课也是一样 我现在跟各位讲的时候 你发现我前面当中 会先花很多时间跟各位谈到 价值创造这些东西 因为那是行销最重要的核心要件 所以也许你前面听到了 后面听的东西是加分 但是你前面听到 你后面也许当中听了 吸收不了 你脑僵用尽了 但是至少最重要的东西 你了解了 所以你在跟别人客户沟通 也是一样 最重要的好处 放在前面先讲 一开始就要catch到 他的attention 就要怎么样 抓到他的注意力 听到我意思吗 开始没有抓到他的注意力 你前面讲的没有打动他 很多时候你就没机会 最重要的东西先讲 这是我们所谈到 你在行销一定要去注意到的要件 你在有时候跟客户做简报 有时候你一对多 你在传统很多人在做的是一样 当然前面当中 先讲最重要的事情 你不要把很重要的事情 摆在后面讲 你根本没有机会 前面讲的没打动他 很多人当中心里就已经咔了 虽然他持续在听你讲 他的心已经是封闭的 你要把最重要的前面 放在前面讲 OK 那么一般在介绍产品的时候 我们通常用所谓AB原则 FAB当中三个英文 第一个是Future 就是所谓的特色 你产品的特色 第二个叫优势 Advantage 那你说老师特色是什么 特色当中来说 就是我的就有产品当中 很特别的地方 优势是什么 是跟同类型的伙伴 同类型的产品不是伙伴 同类型的产品 比较起来当中 你比他强的地方在哪 听老师的概念 第一个是 我们讲是 就单就我们的产品讲 第二个优势是怎么样 跟别人在做比较 OK 第三个是 用了之后有什么样的好处 这个叫benefit OK 所以我们一般当中 我们介绍产品的着眼点 放在三个地方 第一个 你产品当中 本身的特色在哪 第二个 你产品跟别人比较起来 你好在哪里 不同在哪里 OK 第三个部分当中就是 人家用了 会有什么好处 一定要从这三个方向 去强化 OK 好 那这个概念了解了之后 针对客户当中 量身定做 来 各位亲爱的 来看过来这边 我觉得很多伙伴当中 在带到产品的时候 比较大的问题点是在于 他在讲的时候 通常太过一般话 那我们刚刚讲 假如你今天会做什么 行销的人 通常是这样 好 所以我们刚刚聊完了之后 当中也知道 所以你现在面临到的问题 这个东西我们叫需求 是不是 我举例一下 假如去健康来说的话 第一个部分就是 你觉得你的怎么样 免疫力很差 很容易感冒 对不对 第二个你觉得 你的体力比较差 很容易当中 疲劳 对不对 类似这样的概念 第三个部分来说的话 你觉得精神状况不适合 你常常可能怎么样 在工作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的时候 你可能头就有点昏 类似这样的部分 好 那所以呢 通常在这三种情况 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这与我们专业当中 我们跟对方稍微谈一点点 所以就我的专业的角度 我怎么样去协助你当中 解决这个问题 目前当中我们提供的方案 是这样 有没有听到老师的概念 就是你要再把这个东西 把你这个结果 这个是产品吧 但你要把这个产品当中 引导出来之前的时候 你要先把对方的需求做归纳 所以然后告诉他 为什么把你搭配产品 听到老师的概念 这个部分当中叫做量身定做 而且伙伴才会觉得 你的产品跟他的需求 两个之间是对等的 我觉得很多人是在前面 也没有听对方要什么 也没有归纳对方要什么 也没有去告诉对方 为什么我这样帮你搭配 听到老师的概念了 为什么我这样帮你搭配 直接把产品推给对方 这个东西当中来说的话 是没有办法真正发挥 所谓顾问行销的力量 这是所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们自己在谈case也是一样 如果在谈的时候 领导者跟老师谈一谈 谈一谈 那我讲说 好那现在你组织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好像有几个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那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问题 是因为这样 这样 这样 所以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当中 我会建议这样 这样 这样 听懂我意思吗 这样 这样这个解决方法 是根据他前面的问题 有没有 然后以你的专业分析出来 得到的结果 这个东西叫量身定做 你要让对方觉得怎么样 这是比较个人化 不是大家都一样 听懂我意思吗 你要有一点点不同 然后他会觉得你是针对我 人们都喜欢自己是VIP 没有人喜欢被当成一般 OK 这个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可以吗 OK 可以吗 OK 好 来我们来看到 接下来再看到 下一个部分 我们在介绍产品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的几个关键点 用图显本身的优点 而非攻击竞争者的方式进行 所以各位 你跟别人比较的时候 你告诉别人我们好在哪里 不是告诉别人差在哪里 听得懂我意思吗 你这个时候当中 不然有时候你一直攻击别人家 讲这些事情 拜托 人家攻击性格 你家听得不是很舒服 尤其是我觉得很多伙伴 有时候有犯一个缺点 什么样的缺点 你在跟人家讲换牌的时候 也就是他过去 有用某一个品牌的习惯 结果你在跟他比较的时候 然后你出现那种不屑的表情 对吧 他说你说你之前当中 用什么牌子啊 对不对 他讲完之后 那能用哦 那是给人用的 有没有 各位 其实你讲一句话 我知道你是无意 但你是要凸显你的优点 可是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你这句话意思就是 质疑对方的判断力 没有人喜欢被攻击 你听得懂我意思了吗 对不对 有时候你想 马基隆老师在之前 在讲推荐的时候 我在讲那个所谓 全帮一个推荐 你碰到一个保险 你碰到一个传统做什么的 他跟你讲他做什么的时候 然后你要出现的时候 那真的不错啊 你知道你如果愿意做保险 做保险的话 你无形商品都能够销售得很好 表示你很有企图性 而且你很敢面对挑战 你要先赞美他 你不要人家跟你讲说 你之前你做什么的 做保险 拜托 什么时代你做保险 你不饿死你饿死谁啊 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对方讲完的时候 直接讲是 你就是攻击我的选择 你攻击我的选择 明明我也怎么样 遇到一个状况 我也觉得很难做 可是为了怎么样 为我的尊严 听得懂我意思吗 好歹我要跟你argue 对不对 我保险当中 至少我们很专业 我们有证照 逼你们传销好吧 左邻右舍 亲朋好友拉一拉 拉完就没了 老鼠会老鼠会老鼠 听得懂我意思吗 你一开始的方式 就变成一个 对立的立场了 我觉得很多人 在做行销的时候 常常都会 不自觉的当中 攻击到别人 当你攻击到 你的客户的选择的时候 其实你就攻击他 你的意思就是 他很糟糕嘛 对不对 他今天讲 你用保养品 你用什么保养品 他说那个用试 庞试 也难怪啦 你这个年纪啦 听得懂我意思吗 这句话当中 无形当中来说 让客户当中很受伤嘛 那你讲再多 我都不想听了嘛 听到我意思吗 所以我想绝对 不造成别人的尴尬 跟不舒服 这是行销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算对方不接受 你未来还有办法跟进 你不是一开始当中 把关系就给斩断 我觉得很多办法 在行销的过程的时候 常常的攻击性格太强 攻击性格太强 OK 好 对我们所谓的 用大量的见证 来强化说服力 不断强化 你主要的独特诉求 所以老师 一直在跟各位 今天一直在讲一个重点 就是你在讲产品介绍的时候 你要不断的 把你的主轴能够放大 听到我意思吗 你在产品最特别的地方 一定要找出来 然后不断的找出来的时候 你在讲的时候 你才有一个着眼点 很多伙伴当中 讲的时候 讲得太散 讲太散的时候 你伙伴没有办法 抓到你那个重心 跟主轴是什么 是我们所谈到 这个所谓产品介绍 跟搭配的这样的 一个是要简报的方式 好 那当我们在介绍的时候 我刚讲来 亲爱的看过来 如果说我今天在讲的时候 那我们讲这个需求 然后怎么样 分析问题的原因 然后告诉他解决的方法 其实我们这个引导 这个产品介绍 就在做成交的动作 所以成交的 一般当中讲 最后所谓的顾问是成交 我想顾问是成交的部分来说 顾问是行销的部分 成交最重要的关键 其实就是在做什么样 建议是成交法 或叫假设成交法 什么意思 好 你看我再演 比如说 假如我现在刚才在讲说 所以你现在面临的问题 我刚才讲 第一个是免疫力比较差 第二个是抵抗力比较差 第三个体力比较差 举例来说 那之所以这样子的情况来说的话 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对不对 我就分析 那就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说 以这样的情况 我会建议你 你现在搭配产品的时候 你就搭配什么什么 然后造的什么怎么样用 听懂我意思吗 所以各位 其实我在提供解决方案 我就在做成交动作了 成交动作 没有人规定 你一定要做得干尴尬尬 没有问对方说 你要不要买成交动作 我今天在引导的过程 我直接引导到这个结果 这个就叫做成交 听懂我意思吗 我给你建议 我刚讲顾问是行销 顾问给建议 不是问对方要不要买 你你的专业 帮对方搭配他需要产品 听懂我意思了 然后可是问题 搭配这个产品 同时要告诉他 这个产品怎么样用出这个效果 这是我们一个专家 跟顾问一定要做到的动作 可是当你在做这个引导的时候 你或多或少 会遇到一些伙伴的一些问题 那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要来做所谓处理 那我们在做这个意义处理的时候 我们要掌握几个重要的原则 第一个重要的原则 不要把对方的怎么样意义处理 或者是交易的过程 跟我们个人的感受混在一起 我觉得很多人 为什么在销售的时候 其实怕 怕的时候 你在很多家里怕什么 怕被拒绝 所以甚至当客户提出意义问题的时候 他为什么会怕 因为觉得是我跟你介绍这个产品 你对这个产品不认同 就是不认同我 各位不对的 有时候伙伴当中 他不认同这个产品 只是客观的事实来看 他不是不喜欢你这个人 听懂我意思吗 你不要自己把自己卷进去 你了解我意思 你有时候在这个情况你要抽离 因为你把自己卷进去 你觉得说他讲说 我觉得产品当中我没有那么需要 你说那你一直不相信我 你干嘛这样讲 你开始就会变成 第一个你会很沮丧 你越讲越没信心 第二个你会出现攻击性格 很多人你觉得怎么 对方在反对这个产品的时候 你把它跟反对我画上连接 所以开始我会跟对方 argue 听到老师的概念吗 对方觉得说 你这样产品这样太贵了 拜托 这怎么叫贵 你买不起你就说嘛 你很小气耶 我认识你十几年你都是这样 有没有 很多班都不自觉当中 开始就跟对方 argue 原因在哪里 原因是因为你受伤了 所以你反击嘛 但你为什么会受伤 因为你把对方的意义问题当中 针对产品的意义问题 跟针对你的意义当中 画上等号 对方在意义 他只是就客观的事实来看嘛 所以你其实只是用一个 专家的角度当中 去跟他谈嘛 了解老师的概念吗 你不要把自己 怎么样 imbole进去 我觉得很多人当中 就把自己责太多 所以第一个 人家在意义处理 人家在做有意义的时候 很受伤 第二个 人家有意义的时候 变成有攻击性 好 这样听老师的概念 在意义处理第一个原则 不要把个人跟交易 混为一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部分来说的话 你平常的时间 就要建立所谓 反对意见的档案 这叫Q&A 有的时候 各位有的时候 我们当上线的 你今天遇到一些问题 在销售的时候 其实遇到的问题 不外乎就是那些 你整理起来当中 应该一般而言 不会超过二十个问题 听懂我意思吗 不会超过二十个问题 那二十个问题的一些 回答的一些 关键的要点整理起来 让你的伙伴不断的演练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他才能够怎么样 面对问题 在第一时间能够回答 这样听老师的概念 你一定要让他非常熟练 不然不熟练的时候 很多人在怎么样 回答意义问题的时候 当时给的答案就很差 各位都有这样的经验 一转身就想到 要死了 刚才那样回答就好了 对不对 可是在当时你就想不出来 很奇怪 了解为什么 然后一谈完就想出来 脑筋 怎么不是在怎么样 最需要的时候 出现什么功能 OK好 就我们所谈到 第三个部分 以正面态度 面对可预期 预见的反对的意见 当然这个平常 各位都很熟了 第四个来 特别打工 好不好 我觉得在意义处理当中 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则当中 叫做保全客户的面子 因为意义 对方会提出问题 其实不外乎几个原因 第一个叫错误的认知 就要从头到尾没听懂你在讲什么 所以有时候你把他提出的问题 你根本早就说过了 他讲的问题根本是不对麻醉 有没有说 可是问题是你只要讲说 那可能是我没有解释清楚 比如说老师讲 有时候我讲一个东西 我讲完了之后 伙伴在私人当中提一个问题 就提的那个问题 就是我刚才回答的那个答案 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那可是我不能讲说 你猪头 我刚才讲的问题答案你没有听到我 不能这样啊 我只能讲什么 我说 好可能刚才老师没有解释清楚 关于这个问题当中 好我们再来repeat一下 对不对 我只能不能讲他是猪头 我只能说我是猪头 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你一定要做行销人员当中 你一定要这么去做 我觉得很多人当中常常就是 对方当中有时候听不懂 他没有讲 怪自己讲说 你又没有在认真听我讲 我刚才讲了什么东西 你都没有听 你都没有去想 拜托 你有没有研究一下 你有没有sense 很多人当中就在跟客户当中 argue 这原则各位都知道 绝对不跟客户争辩 当然我不能说客户永远是对的 因为有时候客户真的是不对的 我们讲有时候客户真的不了解 不认同的时候 他可能是一些误解 但是你要记住一件事 绝对不要去跟客户当中做争辩 你真赢了又如何 你争辩赢了业绩也不会成交 第二个你争辩赢了之后当中 关系也破坏 何苦来猜 我觉得很多人喜欢去争辩这个东西 没有必要 他不认同 OK咯 你就谢谢他的职绩 我觉得这是这样的概念 OK 好 那我们再来 第五个部分表现我们对客户在讲话的时候 是注意力呢 以及当中做持续的沟通 那如果我们在做意义处理的时候 通常会建议各位意义处理当中 我们可以分三个重要的步骤 第一个 厘清 你要把这个题目当中 也是他的真正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你要先清楚的定义跟厘清 因为有些伙伴跟你讲 我要再想想看 我跟你讲 所有的意义问题 当中最难处理叫那种不确定性的答案 他如果跟你讲价格是不买 是因为价格的问题 还是因为什么 不确认到效果 怎么样 是不是一定像你输得这么好 那你有一个方向 你还懂得怎么回答 你知道最难处理的问题 就是很多客户跟你讲 我觉得不错不错不错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我再考虑看看 再想想再想想 有没有这种情况 你头很痛啊 你说我当时知道 我很高兴说你要 你说要再想想 那为什么你要想 一定是你对我们产品当中 有兴趣你才要去思考嘛 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 你根本不需要去思考 可是既然你要去考虑的话 一定希望这个资讯当中更完整 那我想这样好了 你把你现在还要考虑的因素 让我知道 所以我尽量提供当中更多资讯 让你了解 让你做出正确的判断 你一定要问出答案来 听得懂我意思吗 你才有办法对症下药 因为有的时候对方之所以 刚才我再看看再想想 其实他只是在丢烟雾蛋 他只是想快点落跑 听得懂我意思吗 这个概念你要清楚地掌握到 所以你要先去厘清 那厘清了之后 各位第二个重点来了 注意了 也就是说你在疫情 当你厘清了之后 第二个重点是你要做缓冲 什么叫缓冲 你要把对方的问题的严重性 给降低 譬如说对方讲说 哎呦拜托产品这么贵 那等于我在厘清这问题的时候 我等会跟各位讲 我在厘清这问题 我想说好 那其实你也知道 我们产品有这样的效果 当然可能 在刚开始接触到这个产品的时候 你觉得价格 好像比你的预算高了一点 听懂我意思了吗 我想他讲说这么贵 他讲的是很严重的 那我在讲重塑他的问题的时候 我想这个价格 可能比你预算中高了一点 听懂我意思吗 所以那个严重性 我就把它降低 所以他开始会想到 是高了一点 那为什么呢 你才能去解释跟回答 对不对 所以你意义处理当中 第一个 先厘清你的问题是什么 第二个 把问题的严重性 这叫缓冲 第三个 才去提出 针对这个问题当中 所做出的回答 之所以他怎么样 产品有这样的价值 原因在哪里 听懂老师的概念了吗 这样的概念当中 你要清楚去了解 好 所以我们看到的时候当中 厘清 比如说对方讲 反对的意见是 我觉得太贵了 好问题是 您觉得价格稍微贵了点 那您觉得贵多少 那你在您的预算当中 觉得多少的价格是合理吗 类似这样的概念 对不对 这个叫做厘清 好 重复 所以您的问题当中 就在于价格 其余对于我们产品的品质 或效果的部分当中 这个部分当中 应该是相当肯定的吧 听懂这概念 所以你锁定 它的问题点 是在价钱 但是你先排除 它对品质 对效果的疑虑 听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对品质是OK 你对效果是OK的 那所以我们只要跟你在 价格这个问题当中 也是价值大于价钱 这个问题解决掉 就OK了 那第二个缓冲 那你在缓冲的时候 当中你要降低 所以我再重述一遍 这个再写错了 再应该是再一次的再 你们就不用那么修正 反正知道就好了 OK 好来 我再次跟你重述一遍 你对于B公司的产品 其实相当的肯定 在听完我刚跟你讲了 很多的见证之后 其实也很有信心 所以当中来说 你现在是在对价格上面 有一些意见 有没有 各位刚才明明刚是讲贵死了 我现在重述的 变成价格有些意见 所以那个问题的程度 才会降低 有没有听懂了 你也可以运用在组织辅导 上线 我的下线都快死光了 对不对 我再确认一下 你的目前在经营上 遇到了一些困难 你不要重述一遍 再重复一遍 你的下线都快死光了 不要再提了 听懂我意思吗 把问题的严重性降低 让它能够恢复理性 因为很多人在提出 意义问题的时候 其实问题的关键战打 它都在情绪上 听懂我意思吗 它陷在情绪上 所以你要把那个情绪当中 把它给怎么样 切割开 OK 第三个部分 那我们才针对这个问题回答 提出问题回答的重点 凸显残米的总体价值 要了解老师 我们讲这是意义处理 各位亲爱的 我现在不是跟各位谈基本的动作 所以你在组织里面当中 在讲意义处理的时候 你要把一些常见的问题列出来 直接跟伙伴讲答案 听懂我意思吗 但因为我们今天来自不同公司 没有办法一个一个举例 讲说您的问题点是什么 听懂我意思吗 这概念能够了解好 这是我们在做意义处理 好 那你意义处理的 这个动作做好了 接下来是我们做的 所谓成交缔结 所以成交缔结 第一种的方式 就我刚刚讲的 叫做专业建议成交法 或者是各位可以把它写上 叫做假设成交 我假设对方已经要买了 所以我怎么样 以我们的专业 假设成交法 以我们的专业当中 来引导对方 对不对 所以说就您刚才 所提出这样的状况 我给你的建议是怎么样 这样这样这样搭配产品 有没有 以我们的角度当中 去跟对方谈 这个叫做专业 或者叫做引导 或者叫做假设成交法 来给 以各位当中 以你的专业的角度 提供他问题的解决方案 这种的成交方式 比较适合用在 明确的 它的需求明确 所以问题厘清了 告诉他解决的方法 两个之间match在一起 直接跟他做成交的动作 好 这样听懂我意思 这个部分当中 我们叫做专业建议成交法 或叫假设成交法 比较适合运用在 明确的需求 好 那如果 我们讲碰到一些 隐性的需求 就是对方 你觉得你跟他 前面谈了一些观念 他本来没有那么明确 没有那么大的问题 可是你跟他引导了之后 他可能觉得还OK 那这个时候当中 你要给他来做 成交的动作 各位一样问他 怎么样 要不要买 你给他两个选项 就像我们一般 在做的所谓的邀约 各位在组织里面 学邀约 有学过二则一 有学过二则一吧 对不对 所以二则一当中 我们常讲说 你是平常的时间 晚上比较有空呢 还是下午的时间 对不对 或者是你是平常的周末 或是平常的日子当中 比较有时间 对不对 一样给他两个选项 可是这两个选项 不是买不买 要不要 不是这样 是两个不同的组合 这个我们叫成交试探法 所以就您的情况来说的话 我建议你 我们现在公司有个优惠 一次带三套的部分来说的话 可以有什么赠品 所以你一次当中 直接带三套 对不对 或者是你先怎么样 先带一套回去用用看 听懂我意思吗 我先给你三套 或者一套 我给你两个选择 A或B 好 那你运用假设成交 这个成交试探法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到 你A的选项是要比较大的 我刚才说三套 你要先放在前面 如果你有三套跟一套 你要先把三套放前面 因为他听到三套 头就昏 听懂我意思吗 他听到一套 好那就先拿一套好了 听懂老师概念 你在引导也去注意到 这样概念 或者甚至有些伙伴当中 你有时候在跟别人介绍的时候 你可以用又一个疗程 我们不要讲 先不讲治疗 不讲疗效 但是一个cycle 听懂我意思吗 一个周期 也就是用你的产品当中 可能用多久的时间 或者用产品当中 搭配整组的 搭配到什么样的程度 他用的效果比较好 所以你用一个套装 package的概念 对不对 比如说我当时 先帮你搭配当中 我们讲 一个样东西 通常我们在用的产品 大概用三个月之后 你会感觉到很好的效果 所以我先搭配这三个月的产品 或者你先带一个月的分量 回去试试看 给你两个选项 这个东西叫成交试探法 有没有点概念了 有 有听到概念了 OK好 第三个叫做询问确认法 所以它跟假设成交 有点类似 比如说前面当中 我们在谈的时候 我都谈完了 谈完的时候当中 不是很确定的时候 我想说好 那所以我再确认一下 我刚才讲的这三样商品 所以第一样 这个商品当中 能够帮助你当中来说的话 有效的改善 这个商品当中OK吗 OK好 那这个部分来说 是强化这个效果 所以这个也OK 对不对 那这个也OK 那这两个都OK 那这个部分当中来说的话 当然是平时的时间来说的话 怎么样用 这个也OK 所以你一个一个做确认 但是如果你这个商品系列当中 太多的 你就不要做这个 不要用这个确认 询问确认法 你不要一搭配的时候 18样 听得懂的是吗 你一个一个确认完 已经天黑了 好 所以它比较适合当中 运用在比较少数的产品组合上面 OK 好 这叫询问确认法 那第四个部分叫做 特殊的时机的成交方式 所以个什么叫特殊时机成交方式 你现在公司 现在加入 买什么样的商品当中 有什么样的搭配的优惠 听懂我意思吗 或是公司现在在促销什么样的商品 或是现在当中来说 买什么样的商品当中 有什么样的赠品 有没有听到老师的概念了 所以这个时候 它有期限的 有没有 它有期限的 所以用期限的压力 让对方去接受 可是老师要跟各位谈 你千万不要去怎么样 制造假的期限 你一定要现在买 我们公司快缺货了 再一个礼拜就没了 听得懂我意思吗 就要跟你买了之后 下个礼拜问你说 我上次那个用完了再拿给我 我现在给你 你不是说没有了吗 听懂我意思吗 你的信用什么要 所以我们这个叫做 所谓特殊时机成交方式 所以老师一般当中 把这个成交方式 四种最基本的当中 把它整理起来 好吧 我们重复一遍来 第一个来大声告诉我 叫做什么 专业建议成交法 所以说直接用你的专业搭配产品 第二种给对方两个选项 叫做成交试探法 第三个部分来说 您是少数的这个组合 所以你在做确认的动作 叫做询问确认法 我再次确认一下 我再confirm一下 对不对 类似这样的概念 好 第四个部分当中 在特殊的时机点上有优惠 所以叫做特殊时机的成交法 或叫期限成交法 你有一个dayline 你有一个期限 那这个部分当中来说 是有效的引导你来做成交的动作 让你成交可以往前推一步 好 那如果我们归纳一下 我们刚刚前面谈的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希望能够提高我们的成交率 我们从几个方向 所以各位亲爱的伙伴一样 这边当中 现在老师在做归纳的动作了 如果说我刚刚讲的这些动作 我现在得讲的 如果你做得很好就OK了 如果您今天这个地方 是比较弱打勾 特别做一个记号 把它当做检视的动作 好 我们希望成交率能够提高的部分 第一个重点就是 掌握最佳的成交时机 也就是当对方出现一些成交讯号 你感觉到他有这个意愿要买了 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他有语言性的讯号 他跟你谈一些已经购买之后的问题 什么叫购买之后的问题 他跟你讲说 那我买这个产品了之后来说的话 万一这个产品有瑕疵 万一这个产品当中有问题 我怎么处理啊 有没有 那个问题是他已经购买之后 才会遇到问题 他问你之后代表他有兴趣要买 会不会走 他说 我现在就不要买 它就不渐绍 会不会埋估 他自己有什么 我这不是 我现在就听了 你 我 好 我 你 我 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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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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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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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